上回说到 于成跟侯振远 把这准备工作做好了 派谁去呢 派白亮跟王三虎两个人分道 去到南七北六十三省 请这些朋友 老侠客侯振远嘱咐这哥俩 我说白亮三虎 你们一定把话跟人家说清楚了 人家有时间就来 没时间千万不要勉强 记住了吗 您放心 我们哥俩记住了 两个人准备好了路费 就离开了兴隆客店 等这哥俩走了 帘子一响 从外边进了两个人 一个是李英 一个是孙亮 这哥俩进来赶紧挨着个的从王爷这开头 把安全都请了 也给各位侠客爷道着谢了 于老侠 让他们两个人坐下 孙亮啊 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您放心 金银 Afghanistan 既然派了官兵进驻了 把金银乱失島财产查封 此时掩埋 财产就算充功了 露银 露铺 这两个贼 现在 在大牢里压着呢 已然有了口供了 化了供了 衙门让我们哥俩先回来 把破球车 还有官兵都带回去 然后呢 从园陵县起身 多派官兵准备新的球车 让我们哥俩把这两个银贼借往云南 就消票无事了 大恩不言谢 先给您问个安送个信 要没有你们老爷几个帮忙 我们呢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哈哈哈哈 于老侠乐了 孙两个 你们走了 两个贼也捉住了 看起来你们能踏踏实实回云南了 我们这儿可有点事了 老侠可言 出什么事了 于栋海就把洋法本下书 九月九重洋会的事情说了 孙两个 这回我们到云南铁山寺 只能露脸 不能现眼 要帮着兄弟海春 兴这门武术 怎么办吧 你们哥俩到了云南之后 你们把事情办完了 你们打听 打听我们铁山寺的动静 到时候 希望你们过去一趟 啊 我们也听听 当地的府官 把这两个贼怎么样处理 老侠可言 您放心 如果我们赶得上 我们一定到铁山寺 给你们一儿几个助位 好吧 咱们说不说废话了 到了第二天 清早起来 孙两跟李英走了 王爷跟大家伙也准备好了 所有的店饭账 全都还清了 又给人家小费 让伙计高兴啊 一儿几个把小包袱收拾好 军人带齐了 保着王爷 游打这个地方动身 直接奔大道上云南 这一路之上 小型夜宿 鸡餐可饮 非至一日 这天正往前走呢 突然间云南大户 这王爷带着老少英雄侠贱 前部招村 后部招地 可天依然黑下来了 于城于洞 中海站住了 王爷 您瞧这大屋 弄得咱们不知道终点了 错过了住店的机会 天这么黑了 咱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伸手不见掌了 咱们得找地方住去 这爷几个呢 本来就好贪黑 其实这么多人往前走 问题也不大 可这雾下的太大了 再说了 这么些人 找不着店 上哪儿投诉去 王爷一瞧 这十八个人 高的矮的 胖的 瘦的 丑的 俊的 全有 这傻小子 让人一看 能想人一跳 这王爷要找不着店 要是求诉 谁敢留 王爷正想着呢 傻小的于洪说话了 我说老头 那姓鱼的老头 你活一百岁望上就不知道个了 我还没到一百呢 你们不让我喝水 也不让我吃饭 我受不了了 老家于城也落了 可是望前瞧 眼前一片黑呀呀雾沉沉 龙烟雾照 没有地儿啊 就这样摸着 呵的往前走 哎 走着走着 好像隐隐约约 看一个村子 快走 大家伙 叉叉叉 保着王爷 快步流星 奔这个村庄 到了村口了 看见个石碑了 啪的石碑 这才看得见 六个字 白马和干家 瀑布 于老侠用手一指 王爷 咱们进村吧 大家伙 一直往村子里头走 到这村子里 看清楚了 这个村子 街道很整齐 南北两面全都是住户 全都是铺户 当中间这条街挺宽 天晚了 长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这村口路北有个破庙 这个庙呢 离着这条街呢 稍微远一点 当中间是个空地 空地后边才是庙 庙的周围栽种不少树 三座山门关着 这个庙呢 是火神庙 一人几个继续往前走 就找这个客店 可是从达村的东头 过石子街望西 一直走到西头 也没看见一个店 再往回走 找了半天 还是没找到一个店 这可怎么办呢 老霞渝成站住了 用手一指 大家伙一看呢 在十字街路口望北 看见了 有一个大户人家 磨砖队凤的过街 隐蔽 坐北朝南的大门 有上马石 下马石 两边还有几棵炉 找槐树 这门环长得挺旺盛 东边一点路北 大门的门 是走车的车门 走马的马门 既然有车马门 这家挺讲究了 渝成说怎么办吧 老兄弟 没电 咱们在这投诉吧 王爷说这成吗 咱们这人可太多呀 三侠加上二爷 加上我 老五位 看见没往下 这些门人弟子 咱们凑得一块十八位 人家敢让咱们进去吗 是啊 于老侠也乐了 胆小的 不敢让咱们爷们进去 二弟呀 你过来 老哥哥我有主意 王爷心说 您别瞧这老头一百零几岁的 一辈子经历的事太多 到哪他都有主意 二爷侯姐过来了 于老哥 什么事 您说 你呀 带着这些孩子们 藏在这影壁后头 尤其是咱们这位傻兄弟 可别让他说话 等人家本家出来了 要是人家不答应 那就算了 如果人家本家一说成 咱们立刻就搭场 我们还有几位一块进去 他既然答应了 你们几位再出来 他可就不好意思拦了 二爷侯姐心说 这老头的搜主意可真多呀 这招还真不错 这样二爷侯姐带着这些人 就在影壁后头藏起来了 就剩下三侯家王爷 老四位望着门前一站 老侯侯振远上了台阶 手打门环 啪啪啪 门环一响 时间不大 从打门缝这都看着 里边有了灯链了 有人说话了 谁呀 啊 请您把门开开 门插锅一响 光当当门分左右 两个家人 手里提着一盏气死风灯 拿着灯光这么一照 门外头 四个人 哦 请问是你们几位叫门吗 不错 是我叫的门 您叫门有什么事吗 路过贵宝地 投店 找不着客店 打算呢在您贵宝宅投诉 房钱 饭钱 不敢短手 明天一早 我们就走 哦 那您好 您在这后后 我们进去跟袁外爷说一声 说完了之后 家人把大门关好进去了 时间还真不大 脚步声音响 大门重新打开 老侠侯振远 望里边一瞧 心说好 这老袁外爷也是个练武的 那老侠靠侯振远眼睛多好使 里边两个家人挑着灯了 当中间走出这位 看岁数 七十多快八十了 中等身材略微高一点 宽肩板细腰 上面的身材 练武的架势 走道望着一站 那绝对是练把式的 因为凡是练武的 眼神跟身板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位老袁外 长得面似银盆 两道残眉斜叉入殡 直入天仓 一双朗目 朔朔放光 鼻指口方 大耳垂伦 海下一步 银然扇满前胸 这步胡须是滋润一击 稍微有点谢顶了 老袁外身上穿着银灰绸子 长衫 腰里头刹着绒绳 白棉绸的汗绳 白棉绸的裤子 脚底下是寸底 浮着铝鞋 发腕银丝 汗锤欲线 哼 真精神 这位老袁外爷站在门口这 往门外头一看四位 上下仔细打量 老侠于城市大高个儿 胶头 坠着脸厚嘴唇 一步白胡须 下边依然发黄了 看得出来 这个老爷子比自己岁数大 老袁外再看镇东霞 喉亭喉振远 行神潇洒 文末气十足 好像是一位教书的先生 可是老袁外眼里不柔 沙子这个人文武双全 绝对是一名 好把是假 老袁外再看同林同海川 这个年轻人望着一盏 雄啾啾气昂昂 眼睛挪着太阳穴鼓着 浑身的气眼十足 真精神 袁外爷再看王爷 这个人天日之姿 龙凤之表 不是一般的人 袁外爷心中琢磨 这老四位出奇呀 袁外爷赶紧迈步出来 双手包拳 老几位要投诉吗 镇东下猴亭猴振远 功臣实力 不错 袁外爷 我们走在了您的贵宝地 投电投不着 打算在您府上住一夜 借宿一夜明日清晨就走 不敢过多的打搭 房钱 饭钱也不敢短少 哈哈哈哈 老袁外满面春风 四海之内 结为朋友 这顿饭算不了什么 请 人家下请字了 您别瞧 老侠鱼成一百零一了 反应真快一回头 本家可让进去了啊 好嘞 好这下 尤打影币墙后头 吸了呼噜 过了一大帮 老袁外这么一瞧 感情后边还藏着十几位呢 也就是这个老袁外 要稍微含糊一点的 根本不敢让进去 这老袁外可一眼就瞧 你这傻小子了 这怎么这么模样 一直眼大 一直眼小 像傻小子 你就别喊了 他饿了 他捂着肚子 雌兄眼一睁 都进去 都进去 进去有饭 一个也别少 老袁外也想乐 也没乐 请吧 诸外请 老袁外头前带路 两个家人 挑着这气死风灯 进去之后 把大门关好了 一直往里走 迎面有顶门的影币 上头两个字 接幅 在这影币里头 有个大的荷花缸 栽种的荷花 全都开着呢 望西呢 是四扇屏风门 绿油漆的撒着金字 四个陡风 是宅庄中正 庄中这两个字呢 开着 宅和正呢 倒下台阶 里边 里边是海曼的院子 墙角下栽种着 齐花一草 一溜的南方 潜出一部廊子 您别挑 这南方 潜出一部廊子 看得出来 这是下人住的 北方银灯招展 照如白昼 大客厅 两旁边有脚门 有剑道 还有东西的配方 再往后看 一排房 一排房 数不清楚 老少英雄侠剑 走到北方客厅 这一部游廊子 家人把帘子挑起来 细虾妹须的 搬竹帘 大家伙往里走 到了客厅 王爷跟老少英雄侠剑 一看 这客厅挺大 名窗禁忌 屋里摆的全都是 花里子坛的硬木家具 墙上 挂着挑衫对联 都是名人的手笔 写的是真草历传 画的是水墨丹青 靠东边的书格子 精实紫急 都贴着黄标签 琳琅满目 还有李家屋 这迎面的摆的是嫁妻案 两旁边有椅子 当中间是八仙桌子 椅坯椅垫 桌围子 都是男校平津的 这家挺讲究啊 老原外让座 座不够呢 伙计呢 就往里搬着硬木蛋 王爷落座 大家伙全都落座了 小门弟子挨着个的望下座 家人就把茶献上来了 这位老原外用手 一指西方下渔城 老英雄啊 看您这岁数 得比我 大个二三十岁呀 您是道高得重 请问老人家 这么称呼 西方下渔城渔洞海 微然一笑 手里云然 哈哈哈哈 老朋友啊 小老儿家住 山西太原府 太古县渔家庄 姓渔明城 婊子东海 哦 老原外马上站起身形 望后一车步 您 就是西方侠 长臂昆仑飘然手 渔老前辈吗 这位老原外马上就要行礼 渔城站起来 用手一接 不敢当 千万不要失礼 这是小老儿的剑号 您怎么称呼啊 老原外没有回答 用手一指 侯廷侯振远 请问 您怎么称呼 老原外爷 家住山东东昌府 朝府临 侯家庄 姓侯 明亭 表辞 振远 哎哟 老原外又上前赶步 双手一抱拳 贵昆仲压倒山东半边天 胜手昆仑震东侠 说到这 用手一指猴杰 这位一定是二侠客了 一轮明月 赵九州 苍手白圆 侯二侠客 侯二侠一想 怎么到我这就甭问了 我有特征啊 赠光刷梁 这大秃子 谁都认识 二爷赶紧站起身形 不敢当 不敢当 正是我侯杰 老原外您呢 老原外爷仍然没有回答 用手一指童林 请问这位 童林站起来了 老前辈 您要问我 家住直立省 京南霸州 童家村 姓童明临 表辞海川 哎哟 新出世的好朋友啊 两次杭州内 北高峰 献衣赫号 朕巴峰 紫面 昆仑侠 奉施命 兴一家武术 武林道众 又新天了一位 了不起 叱咤 风云的人物呀 哈哈哈哈 老人家 小子 小子贱民 何足挂齿 老人家 您夸奖 童林 可就没 往下问 问人家姓什么 叫什么 老原外 走到 王爷面前 双手 抱拳 要十里 这老原外 眼睛可真 不如啥子 请问您 赐个名姓吧 老原外啊 您要问 在下家住 北京城 我是齐民 名字叫印珍 老原外 扑通一声 跪下的 千岁 您的贵族 立临建地 恕草民 未曾远迎 在王爷面前 请罪 王爷没办法 只好伸手相接 老原外 请起吧 本觉这一次 微服到南七省 不敢让官员知道 希望你不要声张 王爷 请放宽心 这位原外爷 站起来了 王爷当然得问 请问 原外爷 贵性高明 哎呦 我可不敢当 王爷 您要问 我乃南京 金陵人士 性肝明语 自奉持 嘿 老虾 鱼城 鱼洞海 都黑出来了 全来是 干大侠呀 画地无形 引一侠 干老英雄 失敬 失敬 您看 老虾 鱼城 鱼洞海 即使没见过 耳朵 也灌满了 这个甘雨 甘凤池 是清出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有名的大侠客 同连同海川走着运 在甘家谱 又得失甘雨 甘凤池 甘雨 甘凤池 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咱们下回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